那家店我还是很推荐的 只要再做两次保养 尾巴上的毛很快就会变得顺滑 既然长着这么好看的尾巴 就要小心爱护才对 你说呢 不必了 我对这种事没什么兴趣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其实耳朵已经竖起来了 你的尾巴虽然没有经过专业保养 但毛色并不枯杠 说明你会自己打理 我猜你也习惯了睡觉时拳起身子 抱住蓬松的尾巴进入梦乡吧 你怎么知 没事 不必拿为情 想要抱着软乎乎的尾巴睡觉 也是人之常情呢 真的吗 还是和以前一样 用我有一个朋友当作借口吧 原来如此 也就是说五郎大人的那位朋友 不擅长应对比较强势的女性是吗 因为五郎大人 不 是五郎大人的那位朋友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五郎大将的那位朋友 放心 我们的努力一定不会白费的 这次 不会再被她捉弄了 不急 不妨让我来猜猜吧 以前 这里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信徒求见 而相当多的人 又有着同样的目的 特别是两个人一起来的时候 十有八九 都是抱有陪伴彼此一生的想法 到这里来测运势的 陪伴 一生 或许之前不用推荐给你那个店铺的 毛皮的保养 交给你身旁的小家伙就可以了呀 想象一下他一只手握着你的尾巴 一只手拿着梳子轻轻梳理 不 不行 脑袋里已经有发面了 顺便说一下 就算强忍着不表现出来也没有用 因为就算你绷着脸 尾巴还是在背后白来白去 什么也藏不住呢 什么 不过 你知道吗 许多人会习惯性地把目光放在尾巴上 但其实 毛茸茸的尖耳朵也很有趣哦 其实 你之所以这么懂 是因为你和我一样吧 会抱着尾巴睡觉 也想被人梳尾巴上的毛 嗯 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并且想要把我也拉下水吗 这也是一种成长呢 不过你看 我背后没有尾巴 啊 呃 撤 快撤 与其这样下去 不如保留下子作战的勇气 我们走 回去加大特训力度 下次绝不会再输了 欢迎两位下次再来哦 八重堂出版的闲事月刊里 有一个问答专栏 会有许多读者寄信过来 询问各种烦恼 而我负责帮忙写回信 多亏了西娜小姐的鼓励 让我能够鼓起勇气 向您提出这件事 西娜小姐 那是谁啊 让全天下都知道西娜小姐的美好 西娜小姐的温柔 西娜小姐的善解人意 还有那偶尔像小恶魔一样的调皮 八重堂出版的闲事月刊 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 里面有一个问答揽摩 我们就是最早寄信过去的那些读者 每次都能收到非常温柔的回信 对方一定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大姐姐 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后援会啊 奇怪 总觉得你的样子不太对劲 眼神有些多闪 西娜小姐的看板来了 麻烦各位让一让 刘朝露让我出来 各位 是真正的西娜小姐啊 啊 西娜小姐 西娜小姐 搞得我也有点好奇了 我们也过去看一眼吧 哎 会有什么问题吗 真的吗 不能在这里逗留了 快离开 虽然很好奇 不过只能等下次再看了 那就说好了 下次也一起来送信吧 啊 有什么愿意 一些东西 可以 一会儿 没准中